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术核武器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 而且越来越接近实用化 并且美国动用战术核武的门槛在降低 那就是说中美战争的风险 现在实际上可能会因为美国小型核武 用小型核武的冲动越来越大而增加 会不会打起来 如果打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 天下的事啊 我因为自己学术水平有限 也不懂军事也不懂理论 所以呢我喜欢隔壁王奶奶 这个退休老干部在一起聊天 王奶奶说这跟两口打架一样吗 这跟两口打架一样 隔壁王奶奶启发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说世界上像中美这样的大国 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打不打 打起来不打起来 这事跟两口打架一样吗 哎 我想起来前不久听人讲那个故事 说有一个六祖惠能 他们家那个老家的一个妇女啊 嫁到城里边来 嫁到城里边来呢 说两口子人家人这辈子就相遭无事 基本不吵架 尤其男的脾气特别好 不吵架 就问这男的 说那个现在咱们开展这个什么呀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有爱家庭啊 什么笑笑笑敬父母啊 这种大赛 你来谈谈体会 然后他们家的老爷们呢 就上台讲了一段 说是 吵架不吵架这个东西啊 我不知道别的夫妻怎么样 我们家这样的 那时候在乡下住嘛 啊 刚开始有些事免不了 就别扭就就就发脾气 那结婚都是新鲜几个月之后 新鲜几年之后 开始就磕磕绊绊的 但是呢 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了 别人说快说快说 你怎么就不敢了 他说 结婚之后没多长时间 因为一个事呢 就有点别扭 他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 然后呢 我们家有只鹅呀 当时那鹅就 就在他旁边呢 就叫 那鹅帮我说话 我心里很高兴 这鹅 冲他示威啊 当时呢 我老婆手里拿着一把镰刀 正在那地方呢 切东西啊 镰刀很快 切东西 我老婆就那儿数 三 二 一 数三的时候 那鹅还叫 数二的也叫 他老婆回身 说时吃那时快 一刀下去 鹅脖子很长啊 从哪节都断 那鹅 鹅就跑了 脑袋在地上嘴张着 他说当时啊 就把我吓呆了 妈呀 太害怕了 这新媳妇 这新娘子 够勇的 够猛的 三二一 从那以后啊 我每次发脾气之前 他就在那捣鼓 三 二 我吓得就不敢说话了 一来二去 他这辈子也没喊过几次 三二一 我就不敢跟我老婆吵架 我老婆 我跟我老婆吵架 我一瞪眼睛 他一瞪眼睛 然后他说三 哇 就停了 这故事你说让人想到什么了 想到确保相互摧毁战略 想到核恐怖战略 确保相互摧毁 这还是美国人的 咱们是跟美国人学的 这这这 这个 就这个这个新娘子呀 她这个战术 是美国核战略的一种 灵活反应策略的一部分 然后双方你你都有二次核打击能力 对不对 一方使时核攻击之后 另外一方呢 怎么着 仍然仍然能有生存能力 然后接下来摧毁对方 核报复 因此 任何一方发动袭击 肯定会遭到 报复性的回击 只要保持这种稳定的 恐怖的和平 双方都不敢发动战略核袭击 避免核战争 否则的话 那双方同归于尽 对不对 三 二 一 这方咔嚓就是一刀 那杀鹅可以一击致命啊 那你杀丈夫 那俩人 你把一个大活人冷兵器弄死 那不是很容易 那双方打起来之后 那同归于尽 没必要嘛 过日子嘛 还是好好过 隔壁王们的教导我们说 婚姻呢 过日子两个人呢 上辈子修来的福啊 没有血缘联系最亲的人呢 要确保过日子 你让着我 我让着你良好嘎意好 不能确保相互摧毁 相互摧毁 这事不行 那现在的世界上的情况 最近不是拜登刚刚见了 见了普京吗 美国和俄罗斯啊 战后有60多年的冷战平衡 为什么 这核威慑战略核心的内容 用他们这种核战略专家的话说 就是这么几条 一条是实施威胁 实施威慑的国家 主要是出于对象国 试图对其安全和生死攸关的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认知 虽然这种相互威慑的两个国家 可以在单一的领域 局部的层面 开展合作 但总体上是 是对方为联合游戏的竞争对手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双方不排除通过局部的武力 对抗 作为具体威慑的工具 比如在叙利亚 你打 我打 你打 你的 我打 我的 你放这个 我放那个 这是可以的 但是动大杀气就不行 第三 相互威慑的双方不允许 自身能够给对方造成致命性的威胁 美国和俄罗斯这60多年的相互威慑 主要体现就是核威慑 很多军控专家都发现核武器这个东西 它这个不是 它每15年的20年就得更新换代 双方换核武器吗 威慑能力呢 重新确认呢 说你现在那个什么样 我现在什么样 你多少个 我多少个 中国台湾省的一些人 总喜欢说你弹头冲着哪 这都是弱智 弹头冲哪都不影响效果 知道吗 这上了天还可以自动制导呢 弹头都冲上的 一定往上打 到了上面 然后才找目标下来 末端还能制导 因此台湾若干军事专家 那基本上脑子都是进过水的 脑子不好使的 二战以来 美苏关系发展 大致周期也是10年20年 那么一个周期 每个周期一般经历几个阶段 等等等等 这事我们就不说了 简单说 人类历史以来 有史以来 战争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和平有没有 有 只是在有的时候出现 局部的时候出现 那二战以来来说 人类想出了 六七十年的和平了吧 原因你说是因为二战以来 人类受战争的这种 残酷性的这种影响 然后人类就不适学了 不适学 美国军工复合体造那么多的武器干嘛 不是因为人类呢 不想打了 而是因为呀 各个大国之间的毁伤性的战争 太恐怖了 核武器的扩散 让大国之间不敢轻易直接动手 尤其是不敢来针 但是大国不打 不等于局部战争不打 不等于代理人战争不打 直接竞争 消灭对方 变成了代理人战争 变成局部冲突 变成综合国力的全面对抗 来削弱对手 不是不想打 只是怕 打了之后收不住 打 打不打你能决定 收不收 谁能决定啊 对吧 所以早年间我们有概念 叫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我曾经向军科院的一个老朋友请教 我说你怎么确定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 哪局部啊 是福建 台湾 那局部啊 还是长江以南叫局部啊 还是黄河以南叫局部啊 到关岛那叫不叫局部啊 这个局部怎么控制啊 局部升级了之后 你怎么能打得赢啊 怎么保证打得赢啊 然后他就依照当时的 打进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 跟我讲了很多 无论多么深奥的理论 你用类似隔壁王奶奶这样的语言体系来解构 可以用最普通的语言的来解构它 那个话道理我到现在没有听懂 谋求和平和因为害怕毁灭 而不得不现在呢 暂时克制 这可是两回事啊 拿美国来说 美国好战不好战 好战二战之后 基本上就没消停过 对不对 有人说只有十几年没打仗 那美国如此之好战 最后没打起来 比方说像古巴那事 当时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 美苏联手把全世界推到毁灭的边缘 当时的苏联把核弹头运到了古巴了 美国等知道这事都吓毁了 然后双方瞄准 那个时候 那全世界世界毁灭 真是就是眼前的事啊 一瞬间 但是在发射核武器之前 双方都做了妥协 后来所有的舆论都说 俄罗斯的舆论说 那是美国人妥协了 美国的舆论说 苏联下尿了 双方 叶叶叶 就这样 但其实双方都尿了 都尿了 俄罗斯撤 前苏联说撤 撤回来 那美国呢 美国让步啊 美国在当时欧洲面对呢 这个欧亚大陆对苏联的那种威慑 这个行动停下来 那个行动叫板 那个行动停下来 双方都让一步 你不让一步 那东西一按核按钮 发射 9 8 7 6 5 4 3 2 1 这还十个数 那你要是那个新娘子 3 2 1 其爆 世界 那就完全另外一个世界 中国和美国能够保持和平状态 有几次很危险的时候 最后都克制下来 为什么呀 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如果机会成本很低 顺手 搂草打兔子 就把中国给灭了 美国早干了 但是越南战场上较量过吧 朝鲜战场上较量过吧 美国人呢 至少他意识到 他知道 中国是强国 中国不好惹 如果惹了中国 那是不好办的 毛主席的话来说 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 惹了中国人民 那是很麻烦的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呢 中国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点家不事 家不事 说我们山东土化 东北土化 就是中国有核武器 有两代一星 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美国觉得这跟中国打 中国手里也有大杀器 那就说大家想想 别动 现在情况变了 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 不是说前面那些 那些都是背景 大家都知道 没有新鲜信息 我看到国外有一个评论 这个评论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说现在情况是不是变了 怎么变了 美国人好战 美国军工复合体 美国战争机器 美国对外发动战争 内在的逻辑 他们想赚钱 想发财 他们生产 越来越多的杀人武器 就是要用的 这个没有变过 但是现在无人装备上阵 打仗的时候 可能不需要 不需要你现在上来之后 人上去 代理人都不要了 你伊朗 苏莱曼宁将军在伊拉克被杀 那谁扣动的玩家 无人机 自动机枪 各位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东西发展开来 AI技术发展开来 在如果一部分美国人 那个地方认为 一旦和中国开战 自己的航母战斗群 自己的空军 不会像过去那样 一个航母战斗群没了 一个航母战斗群没了 而只是一些 AI的机器人丧生了 这个情况 会不会让一些人 更加蠢蠢欲动 现在在美国 大家经常看那个军事的节目 你会发现 美军蓄力当中 无人装备越来越多了 这种状况 正在一天天的改变 大家想想 对一个航母人 虽然短时间之内 你不能做到完全无人化 但是可以大大减少 人员停留的数量 护航舰队更是实现高水平的无人机 无人机 一大片无人机 舰载飞机全是无人机 也不是做不到的 在这个时候 即便是我们想想极端情况 中国的导弹 中国的东方21 中国的东方17 我们能够击沉美国航空母舰 那极少的伤亡 对于财大气粗的 美国而言 会不会 因为他们死的人少 我们过去战争理论叫 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敌人有生力量 损失的少 死人少 他就不在乎 而且美国人并不是怕死人的 这次新冠疫情 大家发现了没有 死60多万人 感染3000多万人 美国怎么了 这样吃香的喝辣的 老头照样是 你要当王 我要当王 郭卉山照样热热闹闹 美国人照样 所以我们说美国人怕死 这个观念 我们也要与时俱进 不但死了 几十万 60多万人 而且没有人负责 一个追责的都没有 如果未来十年 如果美国的无人机快艇 美国的无人战斗舰服役 那速度超过 可能超过无人航母 这些军事装备 他们怕会被摧毁吗 怕 但是和人被消灭比起来 他们更害怕军事装备被摧毁吗 我想不会吧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双方发生军事冲动 你说这个风险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 这不是我的观点 这个问题的提出都是海外的一些军事评论家 我觉得说的这事是靠谱的 对吧 不但如此 你对无人机而言 美国已经在空军 在海军航母编制内大量更换无人装备了 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全球鹰死神 对吧 什么捕食者 MQ25 一大批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和过去的无人机相比 不但智能化水平高 而且生产周期长 航程员 航时长 直接扎住在日本本土 那在日本本土就能满足呢 东海满足东海满满足这个这个台海地区的知情的需求 最近我们老是说 美国美国这个侦察机来来侦察我们 对吧 跟当时王伟那个EP3呢 像撞那个飞机不是美国EP3吗 跟那个比起来 你知道现在到中国沿海来发警察活动的 这些飞机大部分都是无人机 还有 对无人地面的这个装备而言 这种无人的装备啊 提及很小 快速灵活 美国人现在已经普遍拿它来 用于巷战 坦克战 各种各样的类型的那个战争形势当中 如果未来的十年之内 60%的美军装备都已经换成了无人装 美军作战死亡人数 可以预计的是死的更少了 这一道对 说了半天 什么意思 如果美军和解放军发生冲突 如果美国人的这种战争欲望被激活 如果美国军工复合体这种战争的罪恶的基因 突然调动起来 就跟那个狼突然借了血一样 那这时候会怎么样 美国会不会像此前那些战争一样 赢了就是赚了 输了不过就是烧点钱 美国的市场是资本市场全世界最大的吧 美国华尔街集资能力是全世界最强的吧 美国美联储印出的花花绿绿的票子 现在依然在美元霸权的条件之下 可以全世界收割韭菜吧 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战争冲动会降低还是会上升 我倾向于认为 美国人可能越来越好战 这不是我也总提 在伊朗 伊朗敢把美国无人机打下来 但是同样的事情在全世界上很多地方 大家都会很解释 因为什么 因为怕惹的美国人 那么 那说到最后 核武器 核武器能不能制止战争啊 核武器 核武器能不能制止战争啊 确保相互摧毁 大杀气你有我也有 然后世界就和平下去了 是这样吗 过去相当长时间还真是这样 但是现在呢 现在既然是大量的AI技术 大量的无人装备使用了 那么过去担心核武器 大量杀伤人员 杀伤巨大 以至无法承受的这一条 是不是正在发生改变 至少当作战的无人装备 比例很高的时候 各国对于战术核武器的恐惧 就会少很多 对吧 美国2020年以来 低当量的核武 不断的降低门槛 降低门槛 降低门槛 好多时候决定使用 就光在巴以冲突的时候 巴以冲突这次不准确 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的时候 我那次在以色列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 沙龙的儿子 居然就扬言要对巴勒斯坦 动这个核武器 也就是说暴露几个问题 一 以色列的这种的二战的时候 被一个落榜美术生 搞过种族屠杀的人 现在在对别人实行大规模的种族杀戮 二 以色列有核武器 三 以色列小型核武器 它一共十公里到四十公里 这么一个屁大的地方 这词不准 这么一个小地方 对吧 三百多万巴勒斯坦人 你在这地方能用大规模杀器吗 肯定是战术核武 所以以色列拥有战术核武 最后就是 以色列报纸上讨论这种问题 给我们什么印象 那种掌握了核武的人 他们很冲动 有人说这是以色列的事 跟美国什么关系 以色列跟美国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啊 他们俩谁是爷爷 谁是孙子 这事都得慢慢掰 是说不清楚的 对不对 有人说了一句 特别直漏的话 说台湾是大陆的高丸 那以色列就是美国的高丸 这个比喻 不要以为说了人体器官就不准确 就说了人体器官就不够高雅 我告诉你 可能是在相当程度上 描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 那现在回过头来说 战术核武器这个东西啊 在无人装备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降低了门槛 那你说中美直接如果因为一件事冲突了之后 战术核武器使用起来的可能性是大了还是小了 如果使用的话 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那种大规模的啊 杀伤力极大的战略核武 因为你这边战术核武动了 战术核武就必然动吗 中国是最早宣布的 在世界上啊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中国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那这个时候 他那个战术核武器是不是属于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如果造成的杀伤 只是局部性的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动用那个大杀器呢 这给我们今天的核战略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简而言之说 那就是今天的一个世界上啊 今天这个世界上动用核武 因为美国的好战 因为AI技术的发展 因为无人装备的提高 也因为美国今天呢 他对自己国力衰弱和当不了老大的这种焦虑 核武动用的门槛在降低 我们对此不能啊 放松警惕 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抱着原有的理论 不放必须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这上面的观点呢 我在利润号这个公众号上看到一些 但是有人又告诉我 说美国蓝道公司 其实早就探讨过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低当量的小型核武的使用问题 是谁最先说这个问题 是谁最先想到这个问题 是谁想啊 论述了这个问题最早 这现在这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谁可能会这么做呢 当第一个人这么做的时候 另外一方又怎么做 才能够捍卫我们的核心利益 我们的根本利益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